综合媒体报道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在1月8号 伊朗导弹攻击美军基地的时候 美军虽然没有进行反击 但是却暴露出三大让人细思恐极的能力 伊朗也暴露出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正是因为这三个能力和一个缺陷 如果爆发高强度局部冲突 美军进行强力反击 伊朗导弹部队的地下长城 最多72小时就会遭到重创 第一个能力是 美军第一个发现了伊朗发射了两枚防空导弹 这样人发现美国天机红外导弹预警卫星的性能 已经得到了极大提高 本身美军天机红外导弹预警卫星 只能监控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 主要是预警卫星不受地球曲率的限制 居高临下覆盖范围广 在过去只能探测中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对野战防空导弹 这样微小的目标进行探测 美军天机红外导弹预警卫星可以在太空实现几米的分辨率 对导弹进行追踪 从发射阵地 飞行速度 一直到加速度 还有轨道 在这种情况下 美军就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导弹升空 进行反导和预警 其次是可以最短时间内对导弹发射阵地进行精确打击 甚至可以通过大数据和庞大的数据库分辨出真假弹头 分析出导弹最终落点 这就让伊朗导弹部队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下 对手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对导弹阵地进行远程精确攻击 同时 美军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部队是失误 使物击了波音客机 这说明了第二个恐怖的地方 美国怎么知道伊朗防空导弹部队不是故意 而是失误发射攻击了客机呢 美国人是怎么知道 当时这辆道尔野战防空导弹发射车上的操作员是失误 而不是故意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美军监控了伊朗军队的通信系统 在伊朗革命卫队防空导弹兵向上级汇报的时候 美军监听到了他们的通话内容 美军监听方式可能是天机通信监控卫星 也有可能是进入了伊朗军用通信系统当中 伊朗军用和民用通信系统存在后门 已经被美军进入 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具体的一辆导弹发射车的通信系统上 美军天机红外导弹预警雷达 光学和雷达成像卫星 天机通信监控卫星 无线电监控系统 还有电子侦察机 X波段雷达系统都对伊朗形成了严密的监控 从伊朗导弹发射阵地一直到军用通信系统 已经被全面渗透 伊朗民用通信系统更加不安全 伊朗自己是没有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的 到处都是美国人的后门 第三个就是美军指导伊朗具体发射的导弹型号 说明他们的天机侦察卫星分辨率 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而通过伊朗播放的导弹照片 可以发现伊朗防空部队的雷达系统非常陈旧 综合以上 如果双方进行一次短时间高强度对抗 伊朗将会处于极大的劣势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